Hello,大家好,我是华翔美卖手机的老神阿豪 然后苹果iPad2000元价位可以选择的机型非常多 大家来看一下吧 今天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然后这个是一个苹果6SP 然后国航,这个有98星 64G的 就是屏幕边边有小老化 看到没有,它这个机型久了,它都会老化 然后6SP,摄像头后面会有抖动 视频可能看不出来 就是摄像头抖动是6SP的通病 就是要放个磁铁 或者要把那个断掉的排线接起来 它才会好 所以你换摄像头的话 它可能过一阵子还会抖动的 好,这是一个Mate RS810节 华为的6加256G的 然后这个有个激光线 这个只要888 我这个库存很久了 然后终于有粉丝朋友看上 然后把它带走了 然后机子都是功能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来看这个2000价位的平板了 然后这个是iPad Pro 2代 10.5寸的 这是iPad Pro 1代 12.9寸的 然后这是iPad Air 3 它们三个的教会的话非常接近 先看一下这个iPad Pro 2的那个配置 然后它是运行内存是4G的 然后处理器是A10X A10X处理器 然后这个Pro 1代的话是12.9寸的 然后运行内存也是4G 然后它处理器是A9X 然后A23是里面处理器最好的 可以看一下 它处理器是A12的处理器 那运行内存只有3G 没有那个Pro多 然后Pro的话是4个养生器的 然后像Air的话是 Air的话只有2个养生器 然后说看电影的话 选择Pro系列会好一点 然后价格都是差不多 我大概跟它缩掉价格 先看一下跑分 像Air34跑了是7万多分 然后看一下Pro 或是36万多 看一下一代 27万 然后这三个的跑分是这样 就是Air34性能最好的 因为它是最新款 19款来的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价位 像这种量的话 突然跳广告出来 全部跳广告出来 我先把它按掉 像这个 像这个 iPad Air 3的话 然后这种橙色还可以的是 这个我是卖了2850 像这个 iPad Pro 2的10.5的 我是卖了2600 像这个iPad一代 我给大家看一下 iPad一代 这个是真的是超级大的 这全部盖住了 然后它这个后面是有克制的 这个是2150 这个是最便宜的 但是他们现在用的话 性能都特别好 然后都能升级最新的实时系统 就是说基本都是在2000价位 就可以买到很好了 然后像 2600的话 它这个 它这个叫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是 可以看后面 后面有这个 隔的就是蜂窝版的 就会比那WiFi版要贵一点 然后这个要是WiFi版的话 跟Pro2是一个价格的 就是说 看你个人选择 你要处理器好 你就选L3 然后你要看视频 或者屏幕要好一点 你就选Pro2 像Pro2的话 屏幕刷新率是122赫兹的 然后L3是60的 好 现在来看一下 L系列还有Pro系列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摄像头 Pro的摄像头都是凸出的 然后这个是平的 然后到L3新款的话 那灰色都是比较深了 然后这个是比较浅的 老款都是比较浅的 就是外观区别 然后正面的话都是10.5寸 基本就 正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基本是像套娃一样的 基本是像套娃一样的